这是永远都舍不得吃掉的饺子 根据朝新闻的报道 近日在浙江盛州 一位单亲爸爸发布的一段视频 让无数网友破防泪崩 思念是这世间最苦的药 只有精力的人才懂 视频透露 小男孩的母亲在八个月前因癌症去世 离世时曾经为小男孩包了一些饺子放在冰箱 小男孩一直舍不得吃 男孩父亲怕水饺因为冰冻时间太长坏掉 便拿出来煮给小男孩吃 还告诉小男孩 这是妈妈亲手包的最后一顿饺子 以后再也吃不到了 小男孩听了以后低头沉默不语 紧紧的盯着眼前的这盘饺子 随后转身进了卧室 他一口没有吃 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无助的哭泣 我想是那饺子让他想起了疼爱他的母亲 吃爸爸那一句以后再也吃不到了 触到了他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 正如于华书里写到的 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 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 我永远困在这潮湿中 在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掀起狂风暴雨 心疼这个孩子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珍惜和亲人相处的时光 常回家看看 多一些陪伴 让人生不留遗憾